你看佛门称呼 称菩萨 称大师 观音大师 地藏大师 这对菩萨的尊称 大菩萨人大师 没有称大师的 大师 不能随便称 大师只有对佛的进程 佛称大师 或者称为大道士 只能对佛称 那么现在有些出家人 也称大师了 可不可以呢 不可以 我们要懂规矩 一般出家人 我们尊称他为法师 他是研究金教的 这称精死 参禅的 称为禅死 直接的称为律师 没称大师的 这个要知道 可是有个例子 可是有个例外 他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借淫众生 跟一切祝福 没有两样 他不是教化众生 去做俄罗汉 做菩萨 不是的 他正称佛的 所以进土宗的祖师 可以称为大师 但是这个大师的后人尊称大帝 他在世的时候 人家不是这样称呼他 你说我印光大师 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文朝已经流通了 我还看到那个民国初年的本子 那个本子 是印族自己红画写里面出版的 上面提签是印光法师文朝 印光法师文朝 他老人家往生之后 中国进土宗的学生 所以进宗的祖师 不是传法的 不是上一代传给下一代 不是传 是选举的 他是民主的 是中国佛教界里面 公认 他对进土宗最有贡献 应该是一代祖师 所以承认他是第十三代祖师 这以后呢 印光法师文朝 就改成大师文朝了 印光大师了 这个我们要懂得 所以我们在外面 有些人不知道 趁净空大师 我马上就告诉他 把这个说清楚 以后不可以这样称呼 这样称呼 这是太过分了 而且破坏了佛教的现象 我们佛弟子 无论在家出家 都要遵守 佛法传统的这些规矩 这应当要懂得 这些规矩 我马上就会